冬季,大量新鲜的莲藕上市,这对于一直喜欢吃藕的石女士来说再好不过了。 莲藕生吃,口感鲜嫩,炖菜绵软可口。 这天,石女士从菜市场买回几段藕,打算藕间做个凉拌藕片,剩下的和排骨一起煲汤。 莲藕洗尽削皮后,石女士开始把藕切片。 看到自己爱吃的莲藕,石女士忍不住拿起一片吃了起来。 可这次让她感觉和平时吃的藕不太一样。 平时吃的藕有一点甜还有脆脆的,然后这一次的藕就是由于发酸的味道,也不好吃,味道也不好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。 莲藕吃着发酸,这是怎么回事呢? 石女士赶紧拿起来闻了闻,这一闻让她感觉更奇怪了。 我吃着有酸的味道,然后我闻了一下就比较刺鼻,有一股酸酸的那种味道,也没有藕的味道了。 平常闻那个藕就是有一个甜甜的,有藕味儿,清香的味道,但这次就没有。 藕吃着发酸,闻着还有刺鼻的气味,这是怎么回事呢?是不是放的时间太长,坏掉了呢? 我这个是昨天刚买的,而且买的时候也很新鲜,特别白,没有坏点,挺新鲜的。 说到这里,石女士就从冰箱里取出剩下一段藕。 这就是我昨天和那个发酸的藕一块买的,你看这个藕很白,很新鲜。 这段藕看上去外观干净白皙,一点也不像坏了的样子。 而当我们拿着闻了以后,确实有一股酸味冒出,这是怎么回事呢? 在和石女士的交流中,她告诉我们,这次买的藕和平时的确有一点不同。 平时我买的就是比较那个粗的茄,然后那个肉厚好吃嘛, 还是外边比较,外观是发黄的。 但是这一次买的时候,它那个全都是白的,说这是今年的新藕。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新鲜的发白的。 说到藕的颜色,石女士家的藕看上去,的确比我们常见的藕白了一些。 那这藕发酸发白,是因为这个颜色的原因,还是藕的一个新品种呢? 我们决定到石女士买藕的那个市场去看一看。 这里就是石女士买藕的蔬菜市场,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卖藕的摊位。 这些藕看上去干净,白嫩,还水淋淋的。 我们来到其中一个批发藕的摊位。 是不是这偶像这么白呀? 白了还不好吗? 白了好吗? 好啊。 黑的,你又该不要了。 这偶试试的都是洗过的吧? 北京是卖藕,没有不洗的,都洗。 都啥洗啊?水洗。 这水洗,能洗干净吗? 高压枪打的,你说干净不干净。 以前是人工歪藕,现在拿藕歪的,全部把水抽干净,水枪打了。 特别白呀,特别白呀。 是,那个应该是用钥匙,我不知道那个。 应该一般的藕不会那么白。 从前前我弄过这个,他用的那种钥匙,心里能洗白了。 在拍摄中,很多商贩都说藕是用水洗过的,那藕真的可以洗得这么白吗? 看到有淡一点泥的藕,我们也从市场买回几段,打算回家清洗一下,看看能不能洗得这么白净。 我们先用清水冲洗几遍,藕身上的一些杂物被洗掉,可是外乖仍旧偏黄,根本不像石女士买回来的藕那么白。 随后,我们找来洗碗用的清洁球,在藕身上擦洗几次后,藕的外皮被我们擦洗掉了,可最后,还是洗不出石女士那样白净的藕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白净的藕是用药水洗过的,那究竟怎么才能够挑选出新鲜的莲藕呢? 在这之前,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藕的生长。 这是一片藕田,藕生长在湖水下深深的淤泥中,要想挖到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挖藕需要足够的力气、耐心和技巧。 首先,要摸清楚整个藕的走势和长度,然后再逐渐地清除淤泥,才能取出完整一顿藕。 藕很脆容易断,所以每个挖藕人都小心地把整个藕挖出来。 藕刚被挖出来的时候,全身被淤泥包裹着,简单清理后,藕被运走了。 藕从刚刚挖出来,最后到我们的口中,需要经过最初的清洗、储藏、运输。 在这个过程中,藕就会发生一些变色,而为了变于储藏好卖,就会有一些人为干扰。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挑选新鲜的莲藕呢? 这个去挑选的时候,只要我们不要一味地求白,不要认为一白遮死丑,把这个信念也用到了莲藕身上。 那么来说呢,通常就不会去挑到这种过白的莲藕。 还有呢,挑的时候呢,这个莲藕,你挑那个上面不是拿水洗过的。 这样的话呢,它一般来说,它干燥的,那种带着泥土的,这也不可能是被美白过的。 因为呢,这个消费者喜欢白的,那么呢,这个销售的人呢,他就是为了迎合消费者,以白为好,以白为美的这个心理呢,就提高价格,就白的就卖的更贵一些。 实际上,经过这个水处理过了这个莲藕,拿回家之后呢,它不是不耐储藏的,并不好。 所以呢,我们不应该就是,被这个颜色啊,给迷了眼睛,不要一味的,只是为了眼睛看着好看,而是呢,要知道它的味道好吃。 再呢,就是闻一闻,它有股酸味,如果说呢,就是那个正常的那个莲藕呢,它是有一股那个土香味的。 闻气味,看颜色,肠味道,是学好藕的三个关键。 在拍摄中,我们还发现,有的藕是七孔,有的藕是九孔,哪个更好吃呢? 在这个地方呢,还教观众朋友们一个小窍门,这个藕呢,它有七孔的藕,还有九孔的藕。 通常来说呢,如果我们要炖汤吃呢,就用七孔的藕,它呢,就炖出来之后呢,特别的绵糯,香甜。 用九孔的藕呢,它是很脆甜的,那么就是凉拌呢,炒啊,这些呢,都用这个九孔的藕呢,味道就会更好。 在这里,专家还告诉我们,根据藕的自身特点,七孔藕和九孔藕的吃法略有不同。 莲藕不仅一样丰富,而且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 中医认为,生藕性寒,干粮入味,可以消于凉血,清热润肺,折渴的作用。 熟藕,它的性状温和,有滋阴补肾,健庇开胃,止泻固筋的功效,是一种很好的食补佳品。 另外,莲藕中所蕴含的铁元素蛋白质,对缺铁性瓶血有一定的食料作用。 莲藕营养如此丰富,一般情况下,人们喜欢凉拌藕片,老藕炖排骨汤。 那除了这些,我们今天还要教大家一道,用藕做主材的美食,桂花糯米藕。 这个桂花糯米藕的主要成分呢,就是有桂花,有糯米,有藕,然后最后用蜂蜜去调味。 那么这里边呢,就是像桂花来讲,就是润肺是核的作用,所以对肺脏是有好处的。 那么糯米呢,它是一个温补的食材,所以呢,对健脾和味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。 那么藕呢,属于白色食品,这时候呢,比较多贱的一种食物,所以对润肺也是非常有好处的。 那么蜂蜜的作用更多了,比如像有滋银的一些作用,滋补的一些作用。 所以呢,这一道菜呢,是非常适合秋季的这个养生的。 要想做好桂花糯米藕,我们首先准备莲藕一截,梨,大枣,糯米,桂花,蜂蜜。 我们一般选偶的时候,要选中间的这一截,因为中间的这一截,里边的眼儿更通畅一些,灌米的话更顺当。 糯米提前浸泡一个小时,莲藕洗净后,削去表皮,将莲藕上面切开。 将泡软的糯米塞进莲藕孔中。 然后在这个时候,不是很多遇到这种情况,你不是特别好装,它肯定要堵着口,咱们用筷子就是让它更好下到底部。 注意边塞边用筷子扎,装满后,为了防止在煮的过程当中,糯米溢出,把切下来的那块藕重新的装上,并用牙签清洁插入固定好。 这个米可能容易漏出来,就为了不让它出来,可能大几个牙签把这个盖固定住,这样就不容易出来了。 这时,把梨切小块和藕放在锅里,煮20到30分钟。 凉水做锅,然后保证那个水要没过藕,这样更容易成熟。 在煮藕的同时,把桂花切碎,并放入锅中进行熬制,需要边熬边搅拌。 熬到比较粘稠的时候出锅,最后加上蜂蜜。 藕出锅后,浇上蜂蜜桂花汁,美味又养生的桂花糯米藕就做好了。 浇上蜜桂花汁,并放入锅中进行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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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桂花汁,并放入锅中进行熬